镜头来到南投不理 当地正在进行每12年一次的建造祈福大典 依照传统的习俗 11月29号到12月5号这段时间 大家都得吃素 得吃个7天 由于这个宗教活动 相传是从百年前就开始了 所以全镇这名都很重视 不但会配合吃素 连餐饮业者都会改卖素食 或者是干脆停业 不过就有一间知名的锅贴店 今年是没有改卖素食 但是同时它还照常营业 等于说是直接大喇喇卖起了葷食 就有民众认为说 这太不尊重地方习俗了 话题也持续在网路上讨论 来到南投不理这间面店 原本用大骨熬成的汤头 全部变成用蔬菜熬煮 菜单也改成素食 走到另外一家汤圆店 也不提供鲜肉汤圆改变用料 为什么都改成素食 原来埔里正在进行 十二年一次的建教祈福大典 依照传统习俗全镇都得吃素七天 由于这个典礼相传 历史超过百年 这里面不但都会配合 参业者也改成素食 甚至走到生鲜超市 也买不到肉 不过有证明发现 今年吃素日子的十一月二十九号 到十二月五号 有间知名的锅贴店 没改素食也照常营业 有民众认为店家不尊重地方文化 引发讨论 政公所强调算为了祈福大典 有提倡吃素 但是没有强迫店家或民众 一定要配合 希望这名游客和店家之间 能够尊重彼此的宗教信仰 华氏新闻 武林小月周大祥南投报导